莫高窟有近一半的洞窟是在唐朝时修建的 这期间一些纪念家族洞窟营造 而刻下的石碑成为了今天研究洞窟渊源的重要史料 修建于中唐时期的148窟是一个开放参观洞窟 窟的前世里这块石碑从洞窟落成之时就屹立在此 就像一位千岁老人对我们讲述着前尘往事 唐天堡十四载也就是公元755年安室之乱爆发了 驻扎河系的军队被调往中原平叛 敦煌防务空虚陷入了各种势力的乱战中 夹击的求援信向中原王朝发出 整个敦煌城在重重包围中开始苦苦等待 可是援军迟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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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涅槃高窟观礼一座新开的佛窟 这个窟的形状类似于民间的棺材 这是涅槃窟独有的样式 涅槃是经过多年修行 终于摆脱生老病死的轮回 达到一种寂静常乐的永恒境界 那环绕着释迦摩尼涅槃像 长达三个壁面的金变画 突结了佛陀涅槃前后的庄严场景 枯顶上方的千佛 又宛如一方佛国净土的苍穹 如梦如幻 这个窟的主人叫李大斌 是当地的望族 涅槃窟的落成 在敦煌城烽火连天的时候 曾鼓舞着军民与城池共存亡的决心 大漠的冬天已经来临 李大斌所做的一切最终没能打动周丁 他决定弃城而逃 临行前被军中部下当即逮捕一杀 接下来敦煌军民在孤城中苦苦坚守十一年 最后因内无粮草 外无援军被迫放弃 往事已随大漠封烟远去 记在历史的石碑上 大唐隆西李辅军几个字赫然在目 除了这些由释迦旺族修建的大洞窟外 压壁上 由黎民百姓出资修建的小洞窟 占了绝大多数 这个只有几平方米的107窟 由晚堂的一户人家营造 除了家庭成员外 身份卑微的奴婢 也拿出自己仅有的所得 参与建造 壁画中 奴婢身份的母女俩衣着简单朴素 母亲在提榜中说 他们出资 绘制了六身释迦摩尼像 愿舍见从良 敦煌世世代代的人们 不论财力的多少 在这里寻找自己精神寄托的期望 从未见断 这个时候 中原由于藩镇割据 宦官专权 陷入了一片混乱 这些都大大削弱了唐朝的实力 终于在公元907年 离敦煌1800公里的都城长安 化为废墟 历史从此进入了动荡的 五代十国时期 而敦煌 由于地处偏远 管辖相对独立 在中原群雄割据的时候 这里却无有战争 公元914年 敦煌迎来了一位新的统治者 曹逸金 他主张对禁林修好 重视农牧业的发展 敦煌城再次恢复了一派繁华的景象 经济的繁荣 加上历代开枯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 墨高窟的开枣 开始了一个以大洞窟为主流的新阶段 这也是他营造史上最后一次黄金时代 六十一窟是墨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 窟窟就是曹逝归一军第四位统治者曹元忠和他的夫人 这是一个中心佛坛窟 正方形的主室面积有196平方米 最高的地方有9.5米 相当于今天的三层楼房 由于空间巨大 开枣洞窟时留下了一块崖体 用来承载枯顶中立 并在上面绘制各种复丽的装饰 形成了这种典型的殿堂风格 这个时期的洞窟样式 也已经完全中原化 在曹逝时期 一系列大规模开凿 及对历代洞窟的重修后 墨高窟也逐渐形成了 历史上最大的规模 我让你来越来越多了 不想要货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